歡迎光臨超級一點通 歡迎李嘉宏 今天是馬上來介紹兩隊參賽隊友 首先介紹我們的新兵隊 是 由我們的艾成 以及宋欣妮 還有我們的林道遠 贏了 我們馬上來介紹我們的連戰隊 謝謝 有我們的主題姐 我的天啊 還有我們的搖圓化 好厲害 以及我們的 然後舒適 還有 第一回合考驗藝人的聯想力 請一較圖卡線索 分別進行答題 答對即得五分 答錯換對方猜題 夥伴乾淨動動腦袋 有 剛剛兩個檢察官 檢察官 這位犯人你是來的 有好人就有壞人 對啊 我是極端的 好的極端 壞到剛剛好 對 對 今天還有沒有重要的人都來了 今天我們超級一點 第一回合 抑制聯想提議 贏了 各位 有三題 大家盡量看線索 我們所有的正確解答 都跟我們的線索是有關係的 好啦 好不好 各位 在一開始先給你們一個提示 她是當年的 性感女神 吹海青 我們來看第一個線索是什麼 性感女神 狗狗 兩隊請搶她 吹海青嘛 不是 除了那麼簡單 岳可夏 郭忠祐 依我對我們整個製作單位都了解 岳可夏 這個有可能是阿毒 那名字 這是外國人的名字 所以應該是個 你看那個毛 毛像不像那個流書 流書 剛剛穿過流書裝 金色的流書裝之後 愛神穿過嘛 我覺得會不會是髮型 她的那個鬍子 應該是她的髮型 對啊 也算是流書 好 我的提示是 她是當年的性感女生 你先用你這個年代的答案回答她 在我們那個年的時候 性感女生只有一位 誰 就是 崔台青 漂亮 她真的是當年性感女生 她很堅持耶 紅棒 對 崔台青對不對 錯 新秘隊請作答 給他們個機會 我們有個答案 不知道各位 但是我們一看到這個狗狗 我們就聯想到它 對 因為那時候 他穿古裝的時候 好像有抱過這種狗 對 他還有演藝部叫那個 對 對 當年有啾啾對不對 有啾啾 新秘隊請作答 鹿小芬有沒有可能 小芬 她是很性感的耶 天啊 有 有可能喔 小芬姐當年好像是非常 她拍過什麼戲 所以是小芬姐 請作答 鹿小芬 不錯 鹿小芬 小芬姐對不對 好難耶 不錯 我們來看第二個線索是什麼 金鐘以後 所以是我們兩隊 請搶答 新秘隊請作答 舒淇 是不是舒淇 性感女神 好 舒淇 我相信你 舒淇 姬姐對不對 錯 他的訊息實在給得太少了 有號隊請作答 我們主評有個非常好的答案 我直接就可以宣布主評答對了 連這個英雄檢察官 能否從馬爾基斯基金鐘獎 讓兩條線索推敲出證據 舒淇 相信你 舒淇 梯姐對不對 錯 訊息實在給得太少了 有號隊請作答 我們主評有個非常好的答案 我直接就可以宣布主評答對了 誰 誰 他說是美鳳姐 為什麼 對啊 我覺得 美鳳姐有可能 對美鳳姐她非常愛狗 秀場 艷後 而且對 你知道當年 無人能比嗎 而且在第一次立下多少 漢馬功能 對啊 今天不POMO他 要POMO姚原浩嗎 我們現在連正英雄在這邊 對 連正英雄 你不POMO連正英雄拿到 要POMO我嗎 我們可以 往這個方向拆掉 不要拆掉我 民視當家一剪花袋 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 而且你的眼神 已經感覺好像是對了 現在 現在是 他還是一個 最美麗的歐巴桑 對 對 早年 漂亮艷後 好 沒關係 他也是艷後 反正你們覺得是美鳳姐 少說多做 對不對 撐美鳳 少說多做 他去哪兒做 做什麼 幫他叫車 要做事情 我幫你下好車了 難道你不想得罪 美鳳姐 對 不對 你們遇到強敵耶 一關就 剛剛一關 你看看 沒錯 我們的正確解答就是美鳳姐 那至於金鐘獎呢 他錄了三十二跟第三十屆 金鐘獎最佳女主角 是 所以我們的正確解答就是 我們的美鳳姐 你們是前面的觀眾朋友 您猜對了嗎 檢察官果然是有腦的 是 好啦 緊接著我們來到 抑制聯想題的第二題 第二題 它是一個物品 東西 它無時無刻 都會在人們的身邊 它是個很平易近人的東西 平易近人 平易近人的東西 來 意思聯想題第二題 我們來看第一個線索 是什麼 入影隨形 對 我知道了 一翻出來就知道這句成語 入影隨形 兩隊請搶答 袁浩隊請做我答 袁浩太棒 手機 他自己拿的手機 把自己拍下來 倒影 好 袁浩太棒了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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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無時無刻的出現在你的身邊 而且它就是那麼 現在幾乎 臨圓 而且智慧型手機 每個人都會拿到手機 是 而且現在臨圓都可以辦手機 而且重點是 今天出門的時候 如果忘了手機 再遠都要回去拿 沒錯 對 我個人就有三次的經驗 如果你剛好坐飛機飛 已經飛到那裡還要再飛回來 對 一定要再拿一下 不管 不管 同樣你是失智的表現 楊廣浩,你不要當檢察官 你當偵探算了 不是 他的外號叫做 我們的檢察官 其實另外一個角度 也是一個偵探 對,真的 必須去推 要觀察入圍 去想像 對 所以手機 手機 好,手機 對、不對 走 怎麼可能 請坐單位 怎麼可能出這麼簡單的網 對嘛 我們剛剛比較有聲號一點 想到就是科學一點的 對 這個答案 是完全是最一樣的 你千萬不要講3G手機 所以我要 你千萬不要講3G手機 身邊隨時都有 然後平易近人 應該有可能是太陽 太陽 你怎麼講出來有點心虛 霧體 太陽受霧體嗎 你想一下 相機 幾乎每個人都有的相機 對 一定都會有 而且現在很多女生都喜歡自拍 相機 對 不對 對 什麼 緊接著我們來看 第二個線索是什麼 兩隊 請搶答 新秘隊請坐答 香 古代講到香是時間 手錶 古代有沒有 他們比武的時候 一駐香的時間 有沒有 你記得嗎 還有一樣 有 以前是用那個肝影來看時間的 最早以前 你好聰明喔 對 紫色銀帽 所以你們覺得 手錶 時鐘還是手錶 有差嗎 有差 手錶 手錶會平易近人嗎 很少聽過手錶會平易近人 我們每天都戴手錶啊 你們三個都有手錶啊 對啊 新秘隊覺得是手錶 平易是領手錶 好 手錶對 不對 蛤 錯 就護身服 護身服 每個人幾乎都會戴 對 而且如影隨行的幫助你 對 各位 護身服 不對啦 錯了 我只能說 接近嗎 有一對很接近 我們啦 很接近 很接近 好不好 緊接著 我們來看第三個線索是什麼 威姑娘的南瓜馬車 有一對很接近 兩隊請搶答 12點 有號隊請做答 告訴他們答案 會不會太平...太簡單了 因為 灰姑娘到12點就得要回家 這個姻姿呢 站在正中獎的時候 剛好是50 對... 12點的時候 好 所以你們的解答是 其實正確的答案應該就是 洗驚 對 洗驚 你洗驚 你洗驚 OK 好 對 OK 我們的正確解答就是失蹤 各位電機前面的朋友 你們猜對了嗎 一面倒... 我們來到 抑制聯想題的第三題 它也是物品題 還是物品 給你們一個提示 他的身邊充滿了喜怒哀樂 以及悲歡離合 我們來看第一個線索是什麼 沒... 沒... 兩隊 聽場答 我知道了 收音機 為什麼 收音機裡面打開之後 你可不可以聽到一些 社會新聞的消息 也許是你的親人 有悲歡離合 不管是我們開車聽收音機 或是一些礦工的工人 或是一些種農夫們 他們會放一個小小的收音機 對 收音機對不對 換我們 錯 來,道遠有 新兵隊請做答 我剛剛的想法是照相機 他說照相機的那個... 你說他可以造出裡面 人家的悲歡離合 然後有喜怒哀樂 請問跟我們的提示 有什麼關係 他造出來的相片裡面 成分是不是有沒 新兵隊,你們覺得是什麼 照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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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對 錯 他們猜兩隻相片 各位,我們來看 第二個線索是什麼 鄭秀卿 漂亮 贏了 贏了 什麼 火車 火車 火車對不對 想放水都不行 我們承讓給你們的說 怎麼會這樣 天啊 再來第三個 火車便當嘛 對不對 然後劉明傳 劉明傳他是最早在台灣鋪這所有的鐵路 對,就是他 所以我們的正確解答就是火車 第一回合意志聯想題 新秘力的成績是 連陣隊的成績是 非常的棒 請你們要繼續保持下去 緊接著 第二回合生活題 勝負的第二回合即將開戰 請兩隊藝人按鈴搶答來猜題 答對即得5分並可續答 答錯換對方猜題 Are you ready?Let's go 好 第一題 兩隊請聽清楚了 好 網路票選 賣場的陷阱 很多啊 有哪些 前五名 兩隊 請搶答 我交給你了 我跟你講 我進場跑不大賣場 比例最高的就是 它的標價 會藏著一些沒有打折的商品 不要說這個五折 五折 中間那個是沒有折扣的 但是它還是放在裡面 我前兩天就去買一個 雞精 雞精旁邊這個五折 這個五折 我就把中間那一盒提起來 然後去那個 是 去結帳 結完帳說 為什麼沒有打折 他說我們這個沒有打折 你沒有打折為什麼擺在打五折的地方 這個陷阱太大了 標示部分 對 這個要組合起來 它要分很多的層面 譬如第一 它的位置放錯了 第二 你結帳的時候才發現它比較貴 還是第三 跟它當初標價打折的地方 所以我一次講出三個答案出來 就對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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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應該選第三的 那個標價跟打折的 標示不起來 標示不起來 就是混在一起 互導那個消費折 我們覺得該有折扣的地方 但是去結帳的時候 他卻沒有折扣 對 有 有 這個有 對 繼續回答 還有一個東西有沒有 你記得 比方說那個東西 保存期間快到了 比方說明天可能就過期了 但是今天賣得特別便宜 可是我買回去之後才發現 原來是已經要過期了 原來是已經要過期了 就是說明天可能就過期了 就算庫存的貨物就對了 使用或者保存期限快到了 所以才折扣 有沒有 換我們了 這個沒有 士兵隊請作答 商品的補充包 比原來的那個物品更貴 買補充包 但是卻比原本的商品還要再貴 更貴 有沒有 就是有一次我買兩個番茄 要109塊 我又跑我們又去隔壁家 又買另外一些食材 同樣的番茄大概四顆 也70幾塊 趁火打劫就對了 所以它變成價差 好像 差滿多的 如果你不貨比三家 就會吃虧 有沒有 沒有 怎麼可能 不要再請作答 就是比方說我按照 比方說現在嘛 幾乎都有很多一些店家 會寄那個帳戶來給你 比方說今天固定哪些東西 它是可以打折 特價的 但是你到現場 它居然沒有打折 卻沒有 而且會 它只是吸引你過去 他們店裡面消費 對 因為有折扣去買卻沒有 有沒有 請記住他 我們剛剛不是還想到一個 那個什麼 比方說它寫30元 但是它有 便宜一橫下來 一般我們講一斤大概是30元 但是它會寫 文字遊戲之前很小 對 比方說有的時候我們停車有沒有 30元一橫 半小時 對 故意標示不欽 來欺騙你有沒有 沒有 這應該會有耶 新民隊請作答 DM送來的上面的標價 跟賣場裡面的原價是不一樣的 可不 上面有標示折價的 但是買的時候卻沒有打折 有沒有 兩隊都猜錯 我們來看看 剩下的兩個正確解答是什麼 結帳的金額 大包裝的單價 比小包裝的還要貴 有些或許不是賣場故意的 但是消費者總是覺得他被騙了 對不對 而且很多人在結完帳的之後 都不會去對這個多少錢 多少錢就給多少錢 對 你知道嗎 緊接著我們來到生活題的第二題 兩隊請聽清楚了 網路票選 什麼時候 最希望情人陪在身邊 我來 你來 我來 我來 你有這麼多的經驗嗎 我輸這麼多可以先搶答嗎 你當然可以啊 洪哥我覺得 等一下 洪哥我覺得這題如果被欣妮搶走 我們應該就輸了 可能因為他這段經驗太多了 不要這樣 他的情人太多了 其實想要知道嗎 請上網搜尋經理 喂 他還會搜尋我的過去 樹狀毒喔 那個資深茂密 好了 網路票選什麼時候 最希望情人陪在身邊 兩隊請搶答 生病的時候 對 生病的時候 會煮粥給你吃啊 煮粥啊 後來導致是我分手的原因 為什麼啊 因為他煮的粥不好吃 對 因為我已經在腸胃炎了 然後他煮粥給我喝之後 然後我本來吐了 因為太難喝了 真的喔 沒有 因為他都不會煮 腸胃炎要吃青粥 結果他給他煮鹹 鹹味 不是 那更厲害 跟他一起這麼久了 還不知道我不吃海鮮 那太糟了 海鮮粥 就是超新 然後就整個都吐光了 生病有沒有 第二個故事更精采 來 遇到困難的時候啊 低潮的時候 對 人是血肉之虛 沒錯 在無助的時候總是需要 有一個人在旁邊支持 你這樣感性的話都很想笑 對 看你這場好笑 需要幫助無助的時候 心情低落 對 心情低落的時候 心情低落需要幫助的時候 有沒有 怎麼可能沒有 你之前是不是人啊 心兵隊請做答 過節的時候 節日的時候 對啊 情人節 比如說情人節啊 節日的時候有沒有 有 請去做答 心裡講故事特定節日 講故事 不是很多故事嗎 好啦 我跟你講 什麼節誰陪在你旁邊 我節日有一個很難忘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 就是約在香港後面 然後去的時候 就打開飯店房間 然後去 好漂亮 整個房間就是有佈置過 然後就有一個很大 像人一樣 像你一樣高的熊 放在床上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 後來去 然後那時候回來之後 就把那個熊扛回來 你就覺得那個 節日很難忘 很過心 甜蜜的負擔 對 出國還是 所以那個 出國 情人節 出國的時候有沒有 出國有 有可能是那個男女朋友 一起養的寵物生病了 或不見了 好 自己的寵物 在共同擁有的寵物 生病或走丟的時候 有沒有 沒有 袁浩隊請作答 我現在猜一個 隨時隨地 每一刻每一秒 每一天的時候 怎麼可能 每天都想看 你騎人在一面都想 剛剛你比方說工作 工作 然後比方說像我們在錄影 中間有過程會休息的時候 你坐在那裡 你靜下來的時候就會想到 每一天都想見到他有沒有 有 有 這個答案太棒了 今天 請繼續作答 真的 每一秒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 最需要情人的時候 就是當你 缺錢 不是 不會 缺錢應該想到銀行 你太實際了 因為你有時候會交際應酬 是 抽刀斷水 水更流 什麼東西啊 就是你喝醉酒的時候 喝醉酒的時候 辛苦我會唱這首 你會 你恢復了 就希望我另一半 能夠幫我把車開回家 喝醉酒應酬的時候 是 有沒有 沒有啊 工作遇到挫折的時候 被燃燒的時候 工作遇到挫折的時候 有沒有 是的 這五項 就是網路票選前五名 就在什麼時候 你會最想要有情人陪在你身邊 好 緊接著我們來到生活題的第三題 請聽清楚了 尤其是艾成 好 網友票選 他怕太遠 請搶答 怕人家擔心 對 因為出於好意而欺騙他 有沒有 是 等一下他會跟你說 留電話號碼 我就會留假的電話號碼 然後他會問說 你是不是送心理 我說我不是 你這麼明顯還敢說你不是 對不對 被奇怪搭訕 被其他怪的人搭訕 奇怪的人搭訕的時候 被搭訕的時候 不得已說謊 有沒有 有 那種做問卷調查的 這不就是我剛剛有講的 你剛剛想是搭訕啊 但是還沒有到 那個答案還沒有出來 對啊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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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作試調的時候 被作問卷調查的時候 有沒有 我覺得最常做的是 要放在哪個人身上 跟智傑另一半的 以外的異性出去 怕他會生氣 跟情人以外的異性出去的時候 殺了點小謊有沒有 第一個 金劇座很厲害 這個厲害 你想要翹課 或者是翹巴 在謊言 已經生病了 然後腳另外還這樣 就比方說那時候 我們在拍心病日記有沒有 我們每天錄影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叫小錢 他就每次錄影 他就每次錄影 從台北 照片換在這裡 坐高鐵到 台中就要下車 他每次都坐過站到高雄 他坐那間車 就是想要多睡一下 他說對不起 我坐過站 我坐過頭了 還不及了 對 我坐過頭了 跳班 或者是想要跳課的時候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小時候為了要買忍者歌 我騙我奶奶說 我要幹嘛 可是我拿那個錢之後 去買忍者歌 你說學校要用什麼 對 想要你用 對 我也過耶 有沒有 有 這是比較大眾化的 像我姊姊以前小時候 也是這樣子 就把姊姊爆料出來 就是爆料出來 不是你自己 出敗你姊姊 你現在都被你吃完了 現在公有自己的姊姊 不要臉 我的姊姊那個時候 他那時候躲國貿科有沒有 國貿科 因為那時候很喜歡夜店 喜歡去跳舞 他沒有錢 他就說學校裡面 要買一台打字機 結果拿了三千塊 去買打字機 結果畢業的時候 打字機他還沒有拿回家 對 就是為了他玩的時候 你用錢 你用錢 OK 我懂的時候 要零用錢的時候 要零用錢的時候 有沒有 有力 來 不錯 請繼續做答 比方說像我 我之前在交女朋友的時候 我喜歡去算命 比方說什麼星座 適合什麼星座的 數配指數有多少 但是我跟他的數配指數 只有5%而已 然後要跟他分手 沒有 所以你的到底要講答案是 我沒有講 當我沒有這個吧 快點啦 就是比方說 我其實已經不喜歡這個對方了 好 算命的說 算命說我跟你不合 因為我爸媽很迷信 我爸媽很迷信 然後一直要 一定要有個合八點 OK 對 好 想要拒絕對方的時候 所以你撒謊了 對 對不對 沒錯 太棒了 想要拒絕對方的時候 撒謊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我有一個非常貼切的經驗 沒有 好 當你被女朋友或男朋友問到 身高或體重的時候 身高或體重的時候 對 問你身高 然後問你體重 喂 沒錯 你會把實體講出來 你身高多少 你多少 我在外有170 真的 真的 我曾醫院有嗎 誰騙你的 那林道遠 你的體重是不是 已經超過140公斤了 我昨天量的話好像98吧 這個答案 從道遠嘴巴裡講出來 我覺得可信度非常的高 沒有問到身高 體重的時候 有沒有 真的耶 耶 各位 以上就是網路票選 通常我們會說謊的前五名 但是當然 有的時候可能我們是覺得 是因為好心少點小謊 但是在這邊要告訴大家 能夠盡量不要 因為怕 撒謊會變成習慣的 沒錯 所以能不撒謊就不要撒謊 是 好 第二回合 新兵隊得到的成績是 30分 還不錯 有分數耶 有衝上來的感覺 有沒有 連陣隊得到的分數是 35分 1 YES 兩隊兩回合加起來總成績 新兵隊得到的是 30分 連陣隊得到的是 50分 好厲害 恭喜我們的連陣隊 兩戰請到前面了 謝謝 謝謝 今天我們連陣英雄的大獲全勝 太厲害了 謝謝 厲害 大家記得 周日之中午晚上7點半 一定要看我們好看的 西兵競技群 每周五晚上的10點15分 要收看連陣英雄 拜拜 拜拜